一提起橄欖油,大家可能都会知道它是一种很健康的油 即使是减肥都会建议你吃 但大家又知不知道它其实有多健康呢? 对于身体究竟有什么益处? 其实橄欖油都有分很多种 例如特级初榨橄欖油,初榨橄欖油,橄榄油,橄榄渣油等等 那它们又有什么分别呢? 我们就可以由橄榄油的制作过程讲起 欧盟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的橄榄油 每年平均生产大约300万吨 橄榄油的收割期通常会在10月开始,2月结束 视乎果实的成熟度 所获取的橄榄油通常都会有不同的特性 例如不同的味道、气味、颜色等等 在树上采取橄榄油之后 就会尽快运送它们去练油厂 避免氧化的情况出现 到达练油厂之后 首先就会撕走橄榄叶 然后就拿水去洗干净去除乳物 之后就再加工 干净的橄榄就会加到去研磨机那里压榨 在这个混合的阶段 温度一定要低于27度 为了保留橄榄的营养和确保一些品质 我们通常会以冷压的方式去制作 之后就再将固体和液体分离 隔开橄榄油和橄榄果榨 最后橄榄油会储存在很大的金属容器里面 并于上架之前再次确认它的品质 橄榄油的品质其实跟它的酸度息息相关 酸度越低 就是代表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越高 酸度就是指油里面的油尼脂肪酸含量 这个数值可以看到橄榄油的氧化程度 数值越低就代表果实越完整 保留出来的营养成分和油淨度越高 所以高品质的橄榄油 通常它的酸度都会在1%之下 不过酸度会因为放得太久 光照或者加热时间长等等因素而改变 因应不同橄榄的类型 土壤、气候条件、收获日期等等 橄榄油会有不同的感官特性 好像味道、颜色、气味等 当中分了四类橄榄油 首先就是特级初榨橄榄油 特级初榨橄榄油 直接由橄榄里面通过机械的方式去获得 它是直接榨取 没有经过加工的 它在感官角度来说 属于最高品质 即是无论在味道、气味、颜色各方面都是最好的 没有瑕疵 而且它的果味是很浓的 它的酸度不可以超过0.8% 烟点大约是摄氏180度至210度 一般用来煎鱼炒菜都可以 但是就不建议用来炸 因为如果温度高于烟点的话 橄榄油本身的营养价值就会流失 香味也会散失 第二就是初榨橄榄油 初榨橄榄油都是直接由橄榄里面通过机械的方式去获得 都是直接榨取 不经加工 虽然它都有果香 但是感官上就略有缺陷 比特级初榨橄榄油顺息 它的酸度一般都是介乎0.8%至2%之间 烟点都是大约180度至210度 第三是橄榄油 橄榄油就是将精炼橄榄油和特级初榨或初榨橄榄油混合二成 它的酸度就不超过1% 烟点就介乎在200至240度之间 最后就是橄榄榄油 橄榄榄油就是将精炼的橄榄榄油和特级初榨或初榨橄榄油混合二成 它的酸度都是不超过1% 烟点都是介乎在200至240度之间 在那么多种橄榄油里面 特级初榨橄榄油的营养价值最高 有多种不同功效 第一 亦都是最多人知道的就是它可以促进心血管健康 特级初榨橄榄油含有丰富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有助降低坏胆固醇的水平 同时提高好的胆固醇的水平 从而就可以降低患上心脏病的风险 另外它都附含抗氧化剂 例如多酚 那就有助于预防血管氧化损伤 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实验 就是评估附含多酚的橄榄提取物 对二型糖尿病受试者的葡萄糖代謝 和二岛素抵抗的影响 它就是一个随机 伤脉和安慰剂对照的试验 受试者就被要求每日餐前服用6粒胶固 实验组的胶固含有橄榄提取物 而对照组的胶固含有蜜牙护精 即是安慰剂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14个星期之后 服用橄榄提取物的受试者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升至每分升51.5正负9.4毫克 就比基线升了5.6毫克 而糖化血色素 胸腹血糖 血脂 和胰岛素抵抗的水平 亦显著下降 值得一提的是 治疗组的胸腹血糖平均值 更低于美国糖尿病学会规定的正常水平 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出 服用橄榄提取物是有助稳定或控制血糖的 第二 消炎止痛 由于特级初榨橄榄油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 和抗氧化合物 所以有助于减轻炎症反应 缓解肿脏疼痛 那这个研究就用不同的方法去评估橄榄油精华的消炎和止痛效果 其中一个实验就是用六角菜胶和组织胺 去引起大树的爪有水种问题 之后就再给不同剂量的橄榄树提取物和标准药物 就比较下两者有什么效果 那结果显示 每千克有250毫克 和每千克有500毫克剂量的橄榄树提取物 它的抗氧活性比所用的标准药物更加强 那在另一个震痛试验里面 那结果就表明了每千克有500毫克剂量的橄榄树提取物 可以通过外周和中枢机制产生显著的震痛效果 那研究就指出 橄榄树提取物中的窗基洛唇比布洛芬药物 就是一种很常见的消炎止痛药 是更有效地抑制一种炎症酶的 那就是更加有效地减轻发炎的疼痛症状 那另外炎症生物标志物也是有效降低的 那我们再看看橄榄油精华对于雷风湿关节炎的影响 那这个实验就是随机、伤慢和安慰者对照的试验里 那它就随机分配了90位慢性雷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做两组 那实验组它就每天服用6粒500毫克 那就是total3克的橄榄树提取物交落 那就为期8星期 另外对照组就服用麦芽糊蒸交落 那结果就显示 实验组患者的速炎细胞因子水平 在8星期之后明显下降 而对照组的就轻微上升 另外实验组的疼痛强度都是大幅下降的 那由此可见啦 橄榄油精华对于消炎止痛 其实是有很大的效果的 第三抗癌作用 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来橄榄油精华都可以减轻患癌的风险 那橄榄树里面摧取的物质 就含有很多分类的化合物 包括橄榄腐甘、窗基落筋和落筋 那这些物质是可以减少细胞产生的活性氧 那活性氧又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可以攻击DNA分子 导致DNA损伤、突变 然后再演变成癌症 活性氧同时都会促进细胞增值 就包括癌细胞的增值 那所以如果我们减低活性氧的产生 其实是可以抑制到细胞增值 那从而降低患癌的风险 另外分类化合物对于血癌、血腸癌和乳腺癌等多种癌细胞株 其实都有超强的细胞毒性 那这种细胞毒性的活性 在HER2的阳性乳腺癌细胞中尤其显著 癌细胞就需要血管才可以生长 而橄榄树水取物可以阻止这些血管的形成 从而就可以抑制到肿瘤的生长 那我们再看多个研究 这个研究就是评估地中海饮食和低脂饮食建议 对于乳癌发病率的影响 那在2003年至2009年 就有4282个60至80岁 心血管疾病风险比较高的女性 参与了这个研究 那他们就随机被人分配了做三组 第一组就是添加特级初打橄榄油的地中海饮食 第二组就是添加混合坚果的地中海饮食 而第三组就是对照组 就建议他们减少饮食里面的脂肪 那中卫除访4.8年之后 我们就观察到乳癌发病率 在添加特级初打橄榄油的地中海饮食组里面 就每1000人就有1.1例 而在添加混合坚果的地中海饮食组里面 就有1.8例 而对照组就有2.9例 那在这个研究就看得出 添加特级初打橄榄油的地中海饮食 可能对预防乳癌是有帮助的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份研究 去证明特级初打橄榄油对健康的不同功效 大家不妨可以试一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